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修行它有一个就是说 一个是禅修打气啊 清理啊 这些就是说讲经典啊 讲座形式的 就是另外还有肯定要一个人 修得到一定程度就需要 避开外界环境 有一个单独修行的一个过程 还有潮山 因为潮山的 因为在一个地方 环境对人是影响很大的 在一个地方修行就是还是有必要 就是说比如四大火焦圣地 还是有时候要选择去那儿待一段时间 或者是去寺院那种 毕竟在那儿感觉长什么 就是说因为就是一个次地嘛 就是说你愿意选择就三部分 愿意选择闭关 我们提供一些官方 然后在官方你怎么修行 然后给你提供官方里别的谈刺条件 最好的就保护你嘛 因为不至于你闭关出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一个人去三里闭关 刚开始对很多人还不屑心嘛 然后你还有护关嘛 还有护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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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问题 开始学佛很多人 第一是时间长了 寓一段时间 首先是我们心理理疾了 大量的纠结的东西 这个需要清理 有些就是心理理疾的这种纠结 有时候不需要去医院 因为去医院 检查不出问题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些 其实并不是说有时候真的 任何一个比如说他们心理学 教的那些课程 或者任何包括财修的一个稻草 包括试院也是 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帮你解决那些 比如你失掠了或者什么 没有一个人真的能把那个贴给你找回来 但是你怎么样出这种状态里走出来 才是问题 就是说让你感觉到这个状态不再影响你 那个问题对你不再困惑 就困不住你 虽然问题仍然在那儿 但是困不住 这个也需要一些方法的 就是其实禅修是很有力的工具 就是说它 比如说现在你在社会上有很多的 我看那些心理学课程 医生那些 其实也是一个解决 它也是帮你解决 解决一些状态 让你不再烦恼了或者 但是回去你三天以后你就又烦恼了 它只是一个会反复的很快 但是禅修 如果是真的很有力量的禅修 再加上佛陀的经典智慧的 就是那种目标的指引的话 能让你就是 越来越自己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智慧 就是我看那些 心理学成功学很多课程 就是很多人反复的学 反复的学 就是经常各两天就要学一次 否则就没力量了 心理学在那个课堂上就觉得很开心 他就会经常复读啊 但是如果你是学佛学 就是禅修的这一方面的话 你可能学几次几次一次 一次比一次有量一次有量 你是不断的不断的提升你的等级 你不是反而去解决问题了 是你师父更智慧 更有力量在这个世界 就是很多层面的问题 也有问题 但你的层面不同 一方面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就是说 这种禅修还有 就是当你进来 你会知道 有很多的你纠结的问题 其实在你的生命里 是点小事来的 因为生命有很重要的实体 在那你没看到 你只看到了你身心那些角色 你一点点小的麻烦 小的角色 每天就扑扑去 就开始 因为你太专注于自我的角色了 太专注于自我那些小的烦恼 是因为你没看到你的生命里边 有很多很重要的生老病史还在那 那么重要的事情你还没有做呢 甚至你都不去思考 而仅仅计较于眼前 这芝麻打一点点小事 把你的生命的时间 浪费在这一点点时间上 让自己的心那么纠结 所以它是一个 就是让你的视野越来越开阔 心修气度越来越快 就是可能你坐在这 你关注的就不是 眼前这个雷格苹果的得失了 而是你的生命怎么样走完 那你的生命 出去未来走向一百岁呢 就这一百年 我该怎么走了 我已经走了一半了 那剩下一半怎么走 很清晰的就摆在那里面走 就说解除生老病史的痛苦啊 从轮回中解脱 下一次我要去哪都按 就是说不见得带你解脱了 一方面解决问题 一方面带你走向解脱 这就是禅修的 我在禅修的基本上就做的 然后经典的学习 因为我们在家看不懂嘛 有时候枯燥嘛 大家一起去 一个通修一点的学习 就在家看不懂的 我再来打一遍 我再会打一遍 一桌子 你还会有回到 我再想把我带你 你觉得把我带你 你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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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